王小飞与大S之间的纠纷还在继续 此前因为生活费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 或许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 王小飞最终选择妥协 继续支付大S与一双子女生活费 并且不再发生回应任何事情 本来以为两个人的恩怨会消停一段时间 没想到大S竟然不让孩子来北京过寒假 再次引发了热议 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 王小飞为了让两个孩子回北京 给了大S5000万 没有想到大S收钱以后 又翻面不认人 不让孩子回北京了 还发律师韩声称 不会让一双儿女在寒假期间回到北京 与父亲爷爷奶奶团聚 气得王小飞直播控诉大S方的行为 孩子啊 19号 放假 能不能回北京 给我发律师韩 不行 凭什么呀 我跟他是共同抚养好吗 你今天给我发律师韩什么意思 我孩子为什么不能回北京 他们的是北京孩子 我们都知道王小飞跟大S有一对儿女 如今孩子跟大S在一起生活 也就意味着要接受聚军夜之一新爸爸的来临 但作为孩子呢 肯定也是很期待和亲爸见面 在两个人还没有离婚之前 王小飞每次去到台北 都会带着孩子玩 去海边玩或是去爬山 而大S却很少带孩子出来 一次小月儿就问大S 啥时候可以见爸爸呀 下一秒大S的回答 令王小飞气得拍桌子 大S回应小月儿说 韩家不能去北京哦 听到这个回答 网友都不禁止呼 太心疼了 孩子和爸爸长期没见面 肯定是会想念的 今天月儿跟我哭了 你知道吗 我他妈他来气的 然后你一会儿晚上找律师 给我这么回复 我把你月儿跟我在一起 笑多开心 你有带我出去回事吗 说到大S不让一双儿女回北京 并且她的态度既傲慢又强硬 王小飞呢 便气不打一处来 王小飞的一再忍让 并未拓得大S的理解 反而便本加力折磨王小飞 这让王小飞十分的愤怒呀 作为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王小飞自从与大S离婚以后 便再也没有见过两个孩子 每天只能不停的工作 来缓解对儿女的思念 看着她憔悴的模样 网友们也非常心疼 姐姐很被偏心 因为爸爸只爱女生 然后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就去跟女儿睡 然后儿子如果进来说 爸爸 她就会说滚 对于王小飞的控诉 S妈立体女儿 支烟带S没有阻止王小飞 带两个孩子回北京 看爷爷奶奶 前提是要让王小飞亲自去接 S妈还公开祝福王小飞 和张盈盈赶快结婚 生几个小孩 她觉得王小飞要是和张盈盈 有了孩子 就不会惦记她和戴S的孩子了吧 任凭王小飞如何要求 戴S一家就是不准孩子来北京 声称北京的疫情很可怕 绝对不可能放人过去 S妈混迹娱乐圈几十年了 经历过很多大场面 因此她深知公众艺人的生存之道 每次替女儿发生的时候 都表现出一副慈爱的模样 不管怎么样 小飞我也是很爱她的 长得又高又帅 我说我年轻我还舍不得呢 小飞还给你会通讯吧 她会问候我 然后我女儿会说 妈你怎么样跟她讲话 我说她不是你老公 可是她也是 我半个儿子啊 对对对 你是你的事 我是我的事 前不久王小飞在确诊新冠以后 S妈还透露媒体 给王小飞送去的祝福 可这才没几天 他们一家人便换了一副嘴脸 如今大S在内地的路人员 几乎为零 经过近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网友也看透了她的真实品行 曾经女王人设彻底崩塌了 所作所为可谓是相当的过分 王小飞对大S或许是没有任何感情了 但她对一对儿女 那是真的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 王小飞为何妥协 为何在大S再婚以后 还愿意继续支付生活费 这无非是想给一双儿女 创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 可如今看来 王小飞的付出 通通都败费了 大S根本就没有让儿女 与她团聚的意思 不得不说 大S是真的很人 那